2006年11月,纽约时报刊登了首页文章《红酒就是答案》。 一个月以后,新闻周刊随即刊登了另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减缓老化吗?》。 文章中提到,红酒中有一种成分可能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 2007年2月发行的《财富》杂志更是以被醒目的红酒作为封面,并办写着大标题《红酒与长寿》。 而文章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开始,我们能否长生不老? 红酒到底有何奇妙之处,使其一跃成为一个超级抗老化巨星呢? 最新科技鉴定出,红酒中的关键成分就是白粒芦醇。 白粒芦醇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注意,其中包括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学者们。 哈佛医学院的David St. Clear博士发表了他的最新发现, 白粒芦醇能够增加老鼠30%的寿命,并且能够预防肥胖, 同时增加动作的灵活性,以及保护他们免于糖尿病。 这份突破性的研究发现被发表在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的科学杂志之一, 《自然》杂志上,并引起了剧烈的反响。 而白粒芦醇的发现也被认为是现代科学中最具革命性的发现之一。 David St. 在《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写道, 只有回到抗生素还未被发现的时代,才有可能发现如此博大的治疗潜能。 白粒芦醇最初是在葡萄皮上发现的,最常见于红酒中。 一整杯红酒仅仅含有不到0.5毫克的白粒芦醇, 所以实际上需要每天饮用100瓶左右的红酒才能摄入足量的白粒芦醇,从而促进健康。 这一要求对人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 是否有这样一种方法,可以使每一个人不需要喝酒,就能够摄取足量的白粒芦醇呢? 是否有这样一种产品,可以帮助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年轻呢? 是否有这样一种产品,能够帮助每一个人都远离老化疾病呢? 是否有这样一种产品,能够帮助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更健康?